年间学派的变化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形式与内部的这种变革的倾向 年间学派历史学家历来反对19世纪传统世纪类生存的三大支柱 及叙述是政治军事史和英雄传记 而倡导尝试段理论和生存的结构功能研究 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但20世纪70年代末后年间学派的第三代领导人却日益 暴露出来的问题做出了反思 重新提出了事件的历史 在研究历史过程中的地位于意义 并以具体的视学成果来揪骗 《勒华拉杜利》写出来的《蒙塔游1294-1324年 在奥克西塔尼的一个山村 独鼻写的